又封城了 猴哥早起就开始练蹄啊 这一早也不做饭了 要吃肯德基了 咱们就帽子搞这 哎呀这一早呢 猴哥也不敢说了 猴哥现在考试考不过 没理由 没有咖啡了嘛 这没有咖啡就不赢了 那锁个这 没有咖啡就不赢了 我都在这来喝一顿吧 待白点我再去买了 肯德基汽车车车停 这啥意思 后边的汽车也能转那会儿走 啊 穿那个衣服了 是衣服 那别要问你 走吧 妈了 来我 妈呀 可以照听 你这梯可难打了 嗯 你寄两又寄不住 早三 七十块钱 两份 咖啡 看好那早餐了 我这是一个豆浆 那啥没有呢 没有就没有 来碗 没了 好了不答了 就前年考过一次计核 再没计核过 假的了 这让雪糖好啊 雪糖好5.6 从来从特别那才没这么雪糖低过 二十来年没有过哈 头次 咱们大吃了 有糖尿病 头次这么低 头哥有点怀疑那雪糖肌不好吃 低还不好吗 低好是 正常的跟煤糖肌不一样呢 没找着这凉了 哎呀 儿子 看啥子老爸 你妈俩吃点那个肯特鸡 在这肯特鸡你看 哎呀 是肯特鸡呢 早上刚起来 把鸡脏血糖挺好的 我俩吃点东西 没有挺好的 喝点咖啡什么的 对喝点咖啡 吃完了 花了七十五块钱 多享受啊老妈 享受天天享受 才是没有 烤完驾照就更享受了 才是没有 啊 我刚吃完东西回来 东东东疫情还那么严重啊现在 又封又封城 东东东又封城了 我 商店又不让开门了走 是吧 就是既然容量百分五十 只有18人的平均 之前他吃的 你也别看他走了 都卖十个鸭鸭 行我明白 我习子 吃完了 吃完了 你烤食有啥时候不先烤啊 爸也烤不过呀我不想烤了 正练 正练呢 学这十五天了就一次烤九十分 现在这天都没烤五六十分六七十分 这哥儿子又耍赖了 又说不想练了 练的挺来劲的 他这刚说完他是不服输的人 你爸是不服输的 不是大嘞这题不像你想那么想 我觉得你回来一次烤不过 一千多道题 你得 我几年前我真正是当天我就去烤 这次就烤不过 他当天烤当天发证真的很好 昨天都是一次烤过的 那有这么多天 有啊 又回来去年一次就烤过了 对就是那分析卡的事啊 对啊 我看了他得翻译还得 那你就把分析卡 找你办个三十五号的回键 或者之后什么时候都行 之前不能走 你卖 嗯 所以说你们从哪走啊 广州北京上海 那得选好地方 哪都行 你一买哪你看哪方便就买哪 哪改变 对 咱哪都行 行行我知道了 嗯 你和我妈共享的一个时间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俩这个PR的事 一直走的时间我也是 我老妈现在是 我很很 就是 不是你俩没能说清楚 我可以能早走 你妈不可以早走 是吧 我妈当时现在没有 没有办法回过来 你妈怎么的 你说 风险卡过期了 你风险卡去了 反正先不说这个 我再了解一下 挺麻烦的这个事 对 没事 麻烦也没办法 行 我们把身体照好就行吧 行 你那什么二十号球赛还去看见 取消了一行 取消了挺好 我还鞋子呢 我还行 我已经跟你跟小天说一声 你看不能去就不去吧 因为现在太危险了 不像个公民队那些人感染了 去不了吧 去年人感染 好 好 后哥在肯内基屋里还在被提呢 刚才刷了几遍又不理想 40分50分60分的 他就又有点窝火了 就觉得昨天还有个七八十分 那今天怎么又少了呢 这个提出的不一样 一共1400多道题 他在那里吧 刚才跟儿子聊了一会天 哎呦 这加拿大那边疫情又严重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呃 就是订机票的事 猴哥让儿子给订机票 说我这个情况挺复杂 可能还不是那么好订的的 就是订机票好订 回加拿大那边不一定好回 因为我这个欠枫叶卡 不是过期了吗 没有换 然后我就回来了 忘了这个事了 回来以后才发现这枫叶卡过期了 然后儿子在那边之前说是要是办那个封印卡 那现在办不了 得必须回那边去换去 完了说订机票吧 机票是日期订准了之后 才可以就是办的一个什么 像一张一张那个通行纸 是类似于那东西 完刚才儿子说这个事好像挺麻烦 完了在那里边这个说话也不太方便 也没细说怎么回事 但我感觉这个不是那么好办了 我这回加拿大那边就是路程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回去了 以后后续跟大家再继续聊这个事 看进展到什么样了 儿子告诉就说可能跟猴哥俩也不能一块回去了 猴哥这应该是没问题 因为他在回来之前就跟使馆申请过 有记录了 我这是没申请就跑回来 其实回来当时就已经过期了我不知道 这人是聪明还是糊涂吧 你就说我这个人 这种错误已经犯过两次了 那年猴哥我俩回国也是 发现这啥 这中国护照过期了 那次也是上海南来了 后来回大连 在大连当地 必须得户口锁在地办 身份证锁在地 你看那都已经出过那一次事了 再次这枫叶卡这么严重的事我又给忘了 你就说我这个人有没有心吧 不过有时候猴哥说我人没长心 我真是没长心 这个大事上总是犯错 一天就讲这些用不着的事 按猴哥话讲就是用不着的事 可有精神头了 大家看看 看看这种光 就在外面是中心一长的 像绳子一样结实 你好像是有点充满的事 你当时的那种不着用 吃饭 你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我还能吃饭 你会吃饭 你会吃饭 你会吃饭